夏孟茴 陈佳妍 黄小杰 第六十届金马奖最佳动画短片 得奖的是夏孟茴 陈佳妍 黄小杰 纯熟精彩的剪接节奏 细腻生动的角色表演 层次分明的叙事手法 以于育人映射现况困境 与过往美好的遥想 在内容与技术上都高度 展现出创作潜力 是一部格局大胆 令人惊艳的杰作 首先我要谢谢大贵 谢谢评审 还有谢谢台湾的朋友 他这个奖给我们 然后对我们的认同 然后我要谢谢全部 参与这个动画创作的人 没有你们 我们不会站在这里 然后我也谢谢两位 非常重要的人 因为是我左手变的 因为我导演 然后是永远不会疲倦的 我们的producer Donald 夏天 金鱼原本是怎样的 我猜应该是这样的 我好像跌进入一个黑洞里面 透不透气 他死了 我不想像他那样 不要傻了 你整天在这儿发梦 这个世界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 你知不知道 金鱼可以变回原本这样的样子 金鱼可以变回原本这样的样子 那么神奇 你信不信 夏天 伤独播剧场下最后